今天大概吊醬多啊 大家好我是梅干,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之前我在這邊釣了一些鯉魚還有鯉魚 然後我在觀察的時候我發現這邊還有一些泰國鯉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針對泰國鯉來釣一下 那不免熟的我們還是要來介紹一下今天要用的夾耳是什麼 那我今天準備了兩個釣組,我們先介紹第一個釣組 好,第一個是這一組 這一組呢這個耳叫做 爬心鵝 大概是這樣這樣 好,那它跟上次用的雷蛙一樣都是屬於水錶鵝 不過比較不同的是它這邊有兩個翅膀 它在水面上操作的時候會打出水花甚至發出聲響 那那個聲音是非常的響亮 可以非常有效去吸引魚的注意 好,因為現在我們玩水錶鵝嘛 所以說我現在找一個比較淺淺的地方 然後看一下這邊 這邊都是草區 對於泰國鯉來講是一個非常良好的長生之處 所以一樣用這個 那我操作方法我會先丟到草邊上 再慢慢讓它下來 因為我們直接落到水的話 可能會把它嚇跑 好,我們來試試看吧 好,現在就是直接丟到那邊 你看,你看看它有拍套 它咬了一下 但它沒咬到鉤子 那一隻鐵騎應該四五十幾喔 我會嚇逃 再一次再一次 凶喔 有了 就Tickle的人 有了 嗚 這個size才像話嘛 上次吊的那邊根本是拖兒所 這邊應該是他們爸爸媽媽上班的地方 雖然說大概35到40左右 但是他們的攻擊力更兇了 一樣先收集起來 然後再算一下今天吊底子這樣 一樣又要找上 又中 哎呀可惜 剛才是可惜 好可惜啊 說 親子 喔齁齁齁啊 進敗哪 発壞 喔齁齁齁齁齁 descent 備一個 天一個 那邊我猜應該是一群啊 大概 三、四十左右 一樣三、四十,體型都差不多 一個特型 好 剛剛釣了兩隻 繼續繼續進攻 那一區應該是一窩 我們通常釣上來好不好 剛又被攻擊一下 在 有 來 來 這個體型才對嘛 稍微 來,這種體型才會比較有拉力 不過應該也是在三、四十左右 應該也是同一窩出身的 好 他們現在應該是有受到一點驚嚇 搖口不像沒有那麼踴躍 淡死了 這隻體型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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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應該50了 哈哈哈哈 這個才是真正的理科太太啊 這個 這個體型不錯 爆發力很強喔 它剛好是搖到副鉤的這個位置 好,現在要換到下一段 這段一樣是岸邊很多草區的地形 好,那大概這邊搜尋完 我們就換下一個來示範看看 那樣子 好 走 跑了 跑了 跑掉了 跑掉你那一個咧 還在還在還在 那個線用很粗啊 線用很粗,不太會斷 但是 哇,好可惜喔 那隻體型應該也不小 剛才那隻不小 你有看到它咬的耶 咚一下 凶一下 對啊 走 可是當點爬的 牠東西 不是 是 它的骨叉 這是骨叉喔 哇 體型大概45左右 咬耳一樣很兇 可能 這應該是剛剛就跑掉那一隻啊 牠身上有兩個傷口 我這樣 那隻 哦,你很厲害 對啊 要帶一隻嗎 這個聽說對傷口復原很好 你要給我 你要嗎 好啊 我先倒這個 好啊好啊 這次我要留著 這次我留著 嘿嘿嘿 不會不會 差不多四十 四十五到五十左右 這邊鐵型好像都差不多是這樣子 這次我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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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留著